11月4日晚,第十届中美电影节开幕式 继今天时奖颁奖典礼 在洛杉矶巴斯蒂娜大剧院盛大举行 导演宋岳峰的作品 《龙之谷破晓骑》 荣获当晚年度最佳动画片 《龙之谷破晓骑》是由中国动画制作团队 联合好莱坞的团队历时两年精心打造 迪士尼的制片人比尔伯顿 亲自操刀参与剧情和故事的制作 中美一线原创动画团队强强联手 即《魔幻、冒险、爱情于一生》 是动画史诗《龙之谷》三部曲的第一部 基于《龙之谷》原著故事中 50年前的第一次黑龙突袭情节展开 本电影隶属于《龙之谷》电影系列的第一部 《龙之谷》有三部曲 《古代龙》、《混沌龙》和《暗影龙》 中美电影节开幕式当晚 影片的出品方长春电影集团副总经理 以庆辉上台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没想到评委会这样有眼光 感谢评委会能够慧眼识出 我相信大家如果看了这部影片 一定会为这部影片叫好的 所以衷心地感谢评委会 对《长阳集团》这部片子的充分肯定 谢谢你们 谢谢 这位《龙之谷》是根据咱们的一个游戏来改变的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在评价 今年暑期党的中国大陆的影片的时候 他说应该是说 虽然《龙之谷》票房并不是很高 什么多么高 五六千万 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的话 那么它的品质还是在这一时期里头 两部作品里头的其中之一 就是作为优秀的影片 所以今天获得这部奖项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感谢评委会 真是我觉得他们慧眼十足 我们未来现在正在筹牌一部主旋律的影片 是根据全国道德模范 公权证老人的实际改变的 现在正在筹备中 2014中美电影节 美国英龙传媒